泰迪一把掀开家里的沙发 却发现下面藏着一群玩具士兵 正在泰迪愣神的时候 一个士兵悄悄将冲锋枪对准了他 却被泰迪一脚踩碎 旁边的士兵箭子赶紧逃命 但同样没能逃脱 愤怒的玩具士兵箭子拿出了火箭桶 然而泰迪也不甘示录 反手一枪就把他们送上了天 可泰迪还没来得及高兴 几架战斗机就飞了过来 由于上面配备了好几个机枪手 泰迪一时间也有些招架不住 于是他赶紧躲进了卫生间 瞬间一枚炮弹就把门炸了个大洞 接着一架战斗机飞了进来 被早有准备的泰迪用毛巾捕住 扔在地上疯狂踩踏 为了防止他们复活 谨慎的泰迪将其丢进了马桶中 这时一架侦察机飞进来查看情况 气得泰迪抬手就是一缩子 当卫生间彻底安静下来后 泰迪才开始处理身上的伤口 突然门缝里逼进来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让他赶紧投降 泰迪当然不会答应 他在纸条上写下不可能后又丢了出去 谁知玩具士兵看到后 立马推出了大杀器 感谢观看